大家好,我是熊王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芝士脆饼的做法 低筋面粉30克,杏仁粉50克,奶酪80克 加入适量的海盐 两大勺油 不在意卡路里的,就用无盐的黄油 用chopper搅拌一下 揉好之后用保鲜膜包好 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 拿出来之后用擀面杖擀开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如果没有模具的,就直接切成小块也可以 我的模具直径是2厘米的 中间用筷子扎一个眼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350华氏度烤10分钟 每家烤箱的情况不同 如果切的形状大小也不同 时间要自己适当调整一下 微黄就可以了 我先尝一尝,酥脆可口 谢谢收看,我们下期,下回